傳統家屋茅草更換工程 在屋族的帶領下 志工們在屋頂上分工合作 利用三種葉餅鴨條 將茅草壓住後 並用藤皮捆綁 而屋下已有志工準備 屋頂鴨條用的茅草 捆綁後並裁切 屋頂的那個茅草的翻修 所以我們現在幫他準備一些茅草的料 然後他們現在上面已經一堆人 在那邊做最後的鴨條了 馬道道部落族人陳豪毅 兩年前特別以傳統工法 利用天然素材茅草 黃藤竹子等材料 在自家土地上搭建一棟 阿美族傳統家屋及涼亭廚房等 經過颱風下雨及烈日曝曬下 茅草都已經脆化 藤皮也有部分斷裂 優勤落水造成結果損壞 在台東縣成功鎮文物館的資源協助下 特別進行茅草更換修喪工程 我們一開始當然現在先是做採集的工作 那準備材料然後備料 然後就是把屋頂拆掉 我們就把茅草換掉 那也因為牆壁啊我們的這個沙沙也都有損壞 所以一併就把它做處理 因為我們都是用天然的這個黃藤 所以在日曬雨淋下比較容易脆化 對也是把它做重新的更換 傳統家屋修喪工程 在招募下吸引一些鄰近的部落青年 及志工們參與 除了共同工作並學習部落傳統建築文化智慧 沒有山上山林智慧 就沒有家屋的老人家的智慧 所以我才想說我一定要來這邊去學習 然後我現在也在讀建築相關科系 想說也要學一下自己自己族群的建築 阿妹族的家屋稱為魯罵 在傳統農業時代 被視為是共同經營農耕生產的基本單位 代表的是居住、生計、生產、祭事的基本社會單位 在魯罵當中必須要設置法律 謬如的房子就會被視為是蓄設 而不是人居住的屋設 原始新聞法律台東成功採訪報導